这里有个消息 在巴黎当地时间星期二 下午澳洲一个电视台的记者 在当地被劫 在当地时间 一个澳洲女人在当地被五个男人施暴之后的事情 换句话说 现在在巴黎准备举行澳南帕下季奥运会 应该在星期五开幕 但现在的消息是他们当地的治安非常大问题 连记者都受到襲击 另一边看到奥运村里面 就一样了 好像在日本那样 这些床是指板床 指摺的床 奥运培运运的地方是没有冷气的 我们知道现在气候变化 巴黎的温度可能是非常热的 尤其是现在刚刚7月底 8月正在下季最热的时候 有什么供应呢 也好 有把风扇供应 但是很明显 比起那些运动员 中国参加奥运会 的待遇相差非常之多 当地的官员仍然说 没有所谓 你们熬得住 这个夏天不是很热的日子 到底天气如何 我们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 这次奥运会似乎全力展现了法国的衰落 第一我们知道巴黎在近几个月 就不停把无鸡可归者混在其他地方 已经引起大家注意了 而治安方面 连记者被攻击 很明显就大有问题 运动员的居所的设备 完全是承习了日本那套 用纸摺家具 有好有不好 但是梅云海被人感觉很费 但是梅云海正正显示到 现在西方国家 包括在日本那里 现在在巴黎正在衰落的趋势 省钱 但是省到把自己的脸都丢了 就非常不值了 接着 这边是一段时间 在北京的脸都丢了 就会让我们的脸